巴西红尔龟 这种龟的话 是我们日常中非常常见的一种宠物龟类 这种龟呢 它认人的能力呢 是比较差的 因为龟类 它只会做一些简单的条件反射 也就是说 你每天去喂它 它会记住啊 你喂它的这只手 每当你手伸过来的时候 它就会爬过来找你药吃的 这种行为呢 在某些定义上面 可以定为它认识主人 但是其实呢 它只是一种生物学的一个 条件反射的一个基本的本能 它只是觉得 你的出现会给它带来食物 所以说它爬过来了 在真正意义上 说认识主人 能分辨出谁是主人 和谁是不是主人的话 在这个能力上面 它们几乎是没有的 因为可能任何一个人 在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时段出现的话 它都会有这个方面的反应 只是一个普通的条件反射 并没有一个特殊的 它能认识一个固定人的 一个具体的表现 所以说思想规的乐趣 主要在于观赏 因为这种爬行动物 主要有一个观赏的价值 会非常高 其实与人互动的能力的话 还是相对比较差一点的